這位新秀強打者 鄧志偉的打擊狀況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以一個大砲型的選手來講的話 鄧志偉是最標準 再來就是他整個揮棒的軌道 我覺得真的真的是一個像 非常具有破壞性的打者 長打力一定很高的球員 因為他整個揮棒的軌道 確實是有點像 美國大隊的打擊狀況 所以我還蠻看好他的 其實他只要減少他的軌跡球的話 我相信他的長打一定會很高 就在我們 在請高國慶談鄧志偉的時候 小鄧鄧 鄧志偉 轟出了右外野方向的陽春 全雷打 本季他個人第七號的全雷打了 追上了高國慶 兩個人並列全雷打王 鄧志偉 最近的八場比賽 打了五支的全雷打 最近的五場比賽的第四轟 而且連續兩場比賽打全雷打 高國慶話都還沒講完 球領打出去了 對 同時這也是鄧志偉 本季七號全雷打裡面 第二支打麥格倫的 麥格倫又挨了鄧志偉一轟了 現在兄弟相對也決定把麥格倫給換下來了 鄧志偉追個球 在屏東球場開炮 正中央偏高 正是打者最好的一個timing 也掌握得很好 小鄧鄧 鄧志偉 這個是新秀打者 哇 打出他的一個自信心 嗯 然後第一